赖清德日前公开宣称 台湾制定一部所谓新宪法的时机已经到来 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赖清德既然此前就曾妄称自己是所谓台独工作者 现在他的台独面目更加暴露无遗 我要强调的是 以所谓制宪的名义推动法理台独 只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深渊 严重破坏台湾和平稳定 我们绝不会做事 谢谢